看着瞬间被均匀切割的母牛 大漂亮惊出了浑身的冷汗 随后他好奇地走过去查看 却发现已经被切割过的母牛 心脏居然还在正常跳动 看来只要速度足够快 母牛就不会发现自己死了 接着大漂亮来到了地下室 却看到了极端恐怖的一幕 只见玻璃箱中囚禁着各种女人 他们有的被做成木偶 有的则需要不停奔跑 原来这并不是真实事件 而是变态杀人魔的精神事件 就在大漂亮毛补索人的时候 一个肌肉男猛然出手 等大漂亮再次睁开眼神 已经来到了一个诡异的大房间 而王座上的男人脸色阴沉 随后一步步朝大漂亮走去